桃園市長張善政三號下午開車載著妻子 在國道三號上發生追撞車禍 造成兩人都受到輕微擦傷送醫 索性沒有大礙 而時隔一天 今天上午張善政已久出席市政行程 一起來看現場畫面 可以看到張善政上台致辭時 突然做起抬腿運動 證明自己的身體狀況沒有問題 而週日正好正逢立春也是農民節 張善政車禍後照原地行程 親自出席農民節大會表揚接觸農民 我們每年都利用農民節這個寶貴的時機 跟我們所有桃園辛苦的農民 表達對他們從年頭到年尾辛勞的感激 尤其我們桃園的農業表現非常非常的傑出 今天我們要頒200多個獎 其中將近50個獎是全國性的獎項 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是一點疲漏商 那我太太明天還要再回城 應該也沒有大礙 開車返回老家途中發生車禍意外 張善政在透露當時心境 也強調目前和妻子兩個人的傷勢 都沒有大礙 希望外界別太過擔心 她內在走路上 他們挺然人的 民族保安排